本土擔任確診 飆破四萬例 指揮中心宣布八號開始 確診者隔離從十天縮短為七天 居家照護不用再裁檢 可以直接解隔 進行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至於在醫院加強版防疫旅館 和集檢所的輕症患者 符合以下條件也能解隔 居家隔離對象也放寬 之前是密切接觸者 包含同住親人 同事 同班同學 都會被匡列做三加四 現在變成紙框同住親友和室友 也取消電子圍離 而職場的接觸者 就不再特別匡列 只有一類人需要注意 企業自主應變 提醒有症狀才快篩 狂列原則改變 等於只有確診者 同住親友和室友 才會收到居隔單 政策隨著疫情超速變化 相關規定也請民眾要 特別留意 大家新聞圈上的見寬 台北報導 今天 我會先去康ری 接著 我會先去康ری